哎呀 怎算好呢 這麼多水晶 放在哪裏好呢 怎麽擺好呢 人有三水六和 你覺得沒什麽事 是因為你的黑氣還未走出來 當你發現頭頭碰上黑 疾病前身 走路打吐吞 就是你體內黑氣 積滿爆出來的時候 如果你不想這樣 你就要報我的 去除黑氣 趕走負能量 轉運課程 還不快點來報名 Hello Francis Hello Peter 你好 Peter Sir 我有很多水晶 怎麽擺好呢 好 讓我看看 水晶碎 保存能量是適合的 白晶軸是充電的 白晶柱放上去沒有問題 是可以的 這個不同顏色 是個別擺來也可以的 看看 水龍珠 屬性是一樣的 是屬於高頻的 可以沒有問題 這個更加可以 因為分開了 另外看到 一下盒子好像比較混亂了 頻率是不相應的 好 看看桌面 更加滑 淋浪木木 不同顏色 怎麽分類呢 好 今天我教你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看看是怎麽做 首先我把盒子拿出來 我們先找些銅顏色的 譬如淺色的 白色的 很容易一看就知道了 白色的 放進去 好 另外我們試試放一些有色的 例如紅色 好像這個也是 很容易分的 紅色 紅色 這個 好 我們放在盒子 放進去 記得放進去前 千萬不要和黑色一樣 黑色放在一起 千萬不要 為什麽呢 黑色我未說是吸負能量的 好了 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是嗎 好了 Farces 現在你明白了嗎 我明白了 Peter 那就好了